临时会登场了那么第一周 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考试委员的人事案 不过今天在野党轮流举行了记者会 他们认为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 有一些争议比较大并不适任 而且台联更预告 整个礼拜都不会参与临时会 就是要表达反对立场 临时会登场首先要处理的 就是考监两院的人事同意权 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公听会 强调一定严审 没有关系有意见就尽量表达出来 严格的顺查 我想这也是社会的期待 男女党团都找来学者表达意见 虽然整体争议不大 但名单中还是有几位被提名人 被民进党点名不适任 这个萧全正教授 能够对我来说明清楚 有关他的国籍 跟他为何持有大量的 日生生的这个股票 赵立云委员 我们记得他当初 因为农舍的风波 他自己说他不愿意当一团队的 老鼠屎 结果呢 他现在变成考试委员 我们都不参与来 来表达我们的团队的立场 民进党放话要持续开记者会 替社会解密除弊 台联党团更预告 整周不出席表达无声抗议 历史会第一个礼拜 就面临朝野起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